半夜出去喝酒 再回来跟我说 我不是为了挣钱吗 你以为我愿意啊 主要是就是什么 有时候吧 就是跟别的公司去合作什么 有时候 比如说大家一起 合作个什么项目 人家说要不咱 晚上吃点饭 然后就是聊聊 这个项目的进展 什么这那的 有时候有这种情况 然后有时候确实 我承认我可能爱喝一点 有时候喝到早上 就是这个意思 你是爱喝 到早上怎么吵都没有用 因为你这样吵了无数回 早上六五六点钟回家 然后把孩子吵醒了 吵醒了之后 人家孩子没事 要跟孩子玩 不是 那个吵醒他的不是我 我都是轻手轻脚地回去 然后咱家有个狗 那狗叫了把孩子吵醒了 不是我 那你不那么玩回家 然后那狗能叫吗 那你不吵到狗了吗 然后狗才吵到孩子吗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地 教训了狗一顿 教训完狗来飞 就找孩子玩去了 我给人家辛辛苦苦地 我要哄孩子睡觉 孩子本来也没到 起床那点呢 那你大早上 你跟他玩什么呀 该玩的时候 你想什么了 我也想 只要想他 比想想他 该正常的时候 从来也没看到你想 天天对我们娘俩 梦不关心 我朋友过来了 上我家我闺蜜 然后过来跟我喝酒 她天天跟闺蜜 勾肩搭配的 对人家无限献殷勤 那是不是懂你干的事啊 不是 主要是她闺蜜爱喝酒 然后吧 晚上你喝酒完 她耍赖 她不喝 是这样子 不喝就搂脖 就这样搂脖 夸夸往里灌 你知道你是男的吗 男女受受不亲 你不知道吗 我是觉得 好 那我什么时候 我出去跟哪个男的 我又搂脖又干什么了 我动手动脚 你别说那是 半夜出去喝酒 就跟我同事聚会 回来脸上 带个口红印的 是不是你 那你刚刚告诉我 你口红印哪来的 主要是 我也不知道 他就告诉我 不知道 真的 人家回家来给我解释 就是我不知道 口红印哪来的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告诉你 那张天儿 还在我手机里存着呢 早晚是个事 主要是我也喝多了 当时 也就 那都是你喝酒引起的 天天的还怪我 说我没啥事 我生气 我大吵大闹的 我爱摔东西 我为什么摔东西 你说一说 就是他原来 就是我们俩一生气 就每次喝完酒 他有一个环境 他都骂我 然后我都不说话 但我不说话吧 我属于冷战嘛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 咱俩不要冷战 他说你就跟我吵 然后我也合计 我尝试一下跟他吵 反正后来发现 吵了矛盾升级了 把家给砸了 然后我也躲到一边 我也怕东西砸到我 然后 我这人 我脾气本来就有点暴 然后后来罵 我就不敢吵了 就是我觉得 吵完之后 矛盾会升级 后来又是 他骂我 我就不说话嘛 然后他老说我 他说 为什么我一骂你 你就掉个脸呢 那主持人我就问一句 那骂我 我还不能有点表情吗 我不敢说话 我还不能有点表情吗 是不是 那明明是你不对 那你就不能跟我认错吗 你认过错吗你 不是 他老说我不哄他 他说的那意思就是 他骂我的时候 我得拿一个笑脸去哄他 当时我就讲 我怎么能有个笑脸去哄他 那是不是因为你不对吧 因为你出国又喝酒了 我不高兴了 然后咱俩才吵架的 对吗 就听得很轻松 但你仔细琢磨吧 挺可悲的 就这个婚姻的内核 已经飞掉了 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 女人可以原谅男人的 所有不作为 对吧 没作为嘛 你为这个家贡献了什么呀 我 你为这个家贡献了什么呀 我就觉得 你别觉得呀 什么也贡献不了 钱钱给不了 爱爱给不了 对吧 就是对这个家 是没有任何贡献的 然后你也是特别奇怪 就这种老公 还要把他找回来呀 因为现在有孩子 直接离了呀 那孩子有爹和没爹 不是也一回事吗 爹也天天找不见 早上五六点钟回家了 带着一嘴酒气哄孩子 那是哄孩子吗 那不是撒酒疯吗 想也想得出来呀 因为我感觉 现在孩子也是太小了 所以我想让他 改改他这些臭毛病 不是 你自己 没有个端正的态度啊 他跟你闺蜜那样 还当着你的面 这连基本的掩饰都没有了 就是我有点习惯了 他跟我哪个闺蜜 他都这样 那还能说啥呀 就是你接受嘛 其实说白了 还是你接受嘛 是让你站在带于